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界面新闻的报道 苏州武汉等地在14日晚间遭到龙卷风袭击 官方统计截至上午 两地灾害一共已造成10人上升 367人受伤 地方政府成立应急单位救援 根据报道 苏州吴江区盛泽镇部分地区 武汉蔡殿区先后遭遇龙卷风 二者似乎并无关联 但是均已造成人员伤亡 并导致局部电离设施以及房屋受损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灾难发生之后 两地政府立即投入搜救人员以及物资调度 除了市委书记 市长等人亲赴现场 同时也要求相关单位抢修 因灾受损的水电器通讯基础设施 卫生单位随即赶赴现场进行环境清理消毒 新华社报道说 当地民众表示从未看过这么大的龙卷风感到惊恐 有人则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表示十分担忧 截至15日凌晨 两地搜救工作结束 灾害已经至少造成市人罹难 当地政府要求气象部门及时预报预警 加强预报灾害工作的应对调度 并着手对交通 公共设施 社区 农村微房以及建设工地进行全面排查 部门合環境出站的机会 休息室松下关室 并着你按照客室